我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呢 使我们过得非常简朴 家里吃饭的话 盘子里不能剩一粒米 平常穿着衣服 补丁落补丁 家庭有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 总是讲说这些孩子们 不要放到温室里 大风大浪 这种教育对我们影响很大的 我的爷爷也是农民 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 对老百姓的事情 时时放心不下 唯恐做不好